3 6 7 3 8 领导号码牌等于拿到入场券 苹果特卖会手遇假日 长长人龙从百货公司骑楼一路延伸 抢限量300个入场名额 有的人前天晚上就来牌 昨天晚上12点 所以你在这边待了一夜 一夜啊 有什么装备要度过这个晚上 一定要外套晚上会冷 然后行动充裕是一定要的 然后看要不要戴耳机啊 无聊就戴耳机 其实我昨天有来 但是就是换我牌发完 所以我今天才找家人 就更早过来这样 便宜一点点 但就是对啊 花时间换金钱这样 自备板凳平板打发时间 有的人干脆直接躺地板补棉 备妥大衣水平 还有人连行李箱也拖来 怕群聚风险 百货公司从开卖第二天开始 贴号码地贴 前后左右距离隔出一公尺 确保安全距离 现在疫情稍微稳定一点 都戴一下口罩应该会还好 有戴口罩就还好 而且这边是开放式的空间 尽管有做动线规划 但仔细看 有些排队民众还是蹲坐在一起 就连工作人员发号码牌 也难免跟人群靠好近 特卖会第三天出动专人定点巡视 劝导一个地贴只能占一人 有指引对照特卖会首日 人潮则从四面八方涌入 苹果特卖会下沙折扣 靠优惠心买家上门 恐怕也是疫情期间 除了买口罩外 难得一见的排队场景 三菱学院旅社博物亚庭台北报道